没有减轻重量 好 全部都就位了 该说明的小声一点 主席请副部长 赵部长请 陆委员好 副部长 我今天在这个联合报 发表一篇关于国家安全 跟国防的文章 你看了吗 看过了 你是一位很用功的副部长 那你告诉我 我写了些什么东西 您写的就是 以南北韩的一个实况 然后来考虑 我们未来 如果面临这些情形的时候 在指挥上 如何能够 第一级的命令 由谁下达 能够更处置更快 然后能够反映的非常适当 然后确保国家的安全 谢谢你读我的文章 这个 这个 10月23号 北韩炮击南韩 是 那么 不到三天 他的国防部长 金泰荣啊 就被逼下台 那么他被逼下台的原因是什么 逼下台的原因 就是反应慢 是 因为南韩的总统认为他 第一个 他没有事实的反击 是 那第二个呢 他没有遵守 叫战规则 规则 他的 Rules of Engagement 这样子 所以他就决定 所以就要求 那同时呢 所以他不但被逼下台 同时呢 他的这个命令 新的这个国防部长 金宽正啊 就是赶快来修改 这个ROE 那么 呃 我们国家 目前 我们并没有 像美国 像这个 像韩国 他们有这个ROE 但我们有类似的东西 就是经常战备 突发状况 那你觉得啊 这个当然南韩 他这个原国防部长 他下台是说 他没有适当的反击 他也没有遵守这个ROE 的这样一个原则 可是每个国家 不太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也不用去抄袭韩国 因为台 台海两岸的关系 可能不能适用 相反的 我们可能更加要谨慎 那么 不过也因此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ROE 我们的第一战 我们的第一级 应该怎么样去下达 这个是有讨论空间的 那么因为过去呢 其实我们的第一级 下达命令 我在国防委员会的时候 是参谋总长 但后来因为组织法的修正 国防二法的修正以后 后来改成由部长 文人部长 来下达第一级 他最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他最主要考虑的原因是说 因为第一级的下达 不光是军事上的考虑跟反击 以牙还牙 必须考虑到 整个这个 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 考虑到区域和平 两岸的问题 所以把 配合这个组织法的修正 把第一级下达 命令到这样一个规定 提升到 由部长 即使是文人部长 由他来综合考虑 再来下达 那当然这个事情呢 就有正有反的见解 有些人认为说 诶 你部长 文人部长 你也不见得懂国防 第二个呢 战争他有需要讲究 这有效的反击 那等你考虑好 再报好 再做完决策 可能已经措施先机 也有可能嘛 也有可能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也有人认为 谨慎是更好 那有人认为说 有人认为说 如果说你与其 要把从总长的手中 把第一级 这样的一个下令的 这样一个规定 然后提升到 文人部长 提升到国防部长 那干脆 为了更加谨慎的话 应该提升到 三军统帅 由总统来下达 来总统下达 所以两岸关系 现在的情况是和平的 可是 世事难料 就像南北韩 现在发生这个战云密布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料它 因此 借着这个南北韩的事件 国防部认为说 我们现行的经常战备突发状况 这样的一个规定 它甚至不是一个法律或行政命令或办法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否足够 那我们要不要比照 像美国 像南韩 我们也来定这个交战规则 ROE 要不要来制定这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呢 你们认为说 这个第一级命令的这个下达 那应该 因不维持现在的文人部长就够了呢 还是应该交还给参谋负责作战 指挥的参谋总长 还是你们认为应该提升为 尤塞军统帅的总统 那副部长您的看法呢 刚刚委员的这个说明 委员确实非常的对这个问题 非常的深入 那事实上来讲 这个我们从国防法第八条就已经明定了 就是总统统帅全国陆海空军为三军统帅 然后在法上也讲得很清楚 统帅这个权的指挥军队是责成国防部长 然后由部长命令参谋总长指挥行之 在国防二法的时候定的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呢目前来讲 其实我们不叫叫战守则 但是我们其实都有很详细的规定 就是平时的时候 我们是经常在被经常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这里面其实定的都非常的细 除了第一级是由部长之外 另外其他的各种真后如何处置 那里面都有定的非常的详细 然后等到有状况了 就变成平战转换 有一个平战转换的阶段 那我们就依照战备规定 战备规定里面也有定的很清楚 甚至于说多少人 多少飞机 多少的炮弹 是什么样的性质 这里面都有定 那暂时的时候 当然就顾问作战计划 就开始实施了 所以整个来讲 其实委员最关心的就是 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这里面是不是够周延的一个问题 那跟委员报告 我们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汉光演习 兵推或者使兵 完了之后 每一年都会做一次修正 把这个修得更结合 实况 那程如刚刚委员所说的 我们为什么在经常战备时期 就是平时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看南北韩也好 看任何状况也好 其实它都有真后的 如果说对真后的掌握 能够非常的清楚 然后有了情报资料 然后再变成情报 然后再下达决心 你那个时间 绝对不会说 当然也有突发的状况 可是那种状况是少的 这个如果能够评估的很好 其实不会产生反应 迟钝或者这种状况 是不会的 那当然我们是 副部长对不起 我时间有限 第一个 你刚才的答复里面 第一个 你认为说维持现状 由文人部长 文人国防部长 来下达第一级的命令 目前是适当的 目前是实事上 所以没有必要 你是当总统 那第二个呢 你也认为说 我们经常战备突发状况 这样一个规定 目前也还都适用 是的 那但是呢 你要知道像韩国 南韩现在跟这个美军呢 它是有协同作战 联合作战的一个状况 所以国际之间呢 对于一些交战的守则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法令规定 然后大家才可以 衔接的起来 在联合作战的时候 才可以联系的起来 所以人家都叫ROE 那我们叫做 经常战备突发状况 那固然 我们说我们这个内容 更周延 而且我们这个东西 跟那个也差不多 可是为了 未来我们这个 可能跟美军之间 类似这样协同作战的 一个联合作战的 一个状况的话 你们准备准备 比较国际 国防发 国防事务发展的 这样的趋势 然后把你们的经常战备 突发状况 改成ROE呢 这个委员的这个意见 我们可以参考了 我们可以参考 比方说我们每一年的 这个检讨修订的时候 如果能够让它更周延 这个我们可以检讨了 对 我这个例子就是好比什么 就像你们现在 就是上 官阶跟国际之间 也有衔接性嘛 对不对 上将 中将 少将 那如果我们叫个大帅 就等于人家的上将 你说 我的大帅 就是等于你的上将 意思差不多 那可是呢 基本上跟国际事务 它本身的接轨 或合作的话 那总是会有 转换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说 这个经常战备 突发状况 那么 固然 你们觉得 它的内容 现在还足够 不需要修改 可是在整个 名称 还有章节 还有它本身里面 内涵的规定上 那如果说 我们将来 需要跟这个 其他国家 有一起合作的状况的话 那我觉得 有必要按照 国际上的一些 发展趋势 去做修正 和处理 那 国防部会 这样子做吗 其实跟委员报告 这些其实 都一直在做 我们在这个 每次的兵推 各方面 我想委员也了解 那也有 我们跟 跟别人的合作 这些 其实都 都在 在磨合 所以这些来讲 都 我知道你的内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 你们 如果人家叫上将 我们叫大帅 对不对 人家叫少将 我们叫少帅 对这个军事是在 什么意思就是说 日本也有ROE 韩国也有ROE 美国也有ROE 欧盟也有ROE 那可是呢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叫做经常战备突发状况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做 适当的 把它比较国际 国防 军事发展的 这样的情形 来做修正 其实 其实这两者是相等的啦 其实就是啊 对啦 就是啊 对啦 就像你讲说 大帅的说法来讲 其实就是啊 少帅的一少将 等同的意思我懂啦 就是内涵是一样 内涵一样啦 但是你在彼此的合作 协同作战 你总是要有一些 对啊 共同的语言嘛 但是我们在跟 这个 呃 友好的对方 在谈这些的时候 其实就是交战的规定嘛 另外 包括委员 你也了解过去的时候啊 也有定了18套啊 什么18 那个什么 其实这些啊 我们的战备规定里面 这些啊都定得非常的细 都是非常的细的 不然你这样 听你答复我的意思 好像是说 你也不想改 那我建议你们要 慎重思考这个问题了 所以未来我们这个 国际之间的合作 还有我们的这个 军方事务的 国防事务的发展 是 能够更这个进步 然后更符合 国际的一个发展趋势 更国际化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 慎重思考这个事情 是是是 处理好不好 那你们后续的情形 能不能来向我说明 可以 可以